7月8日 第34屆舊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 在矽谷帕蒂諾高中運動場舉行開幕 吸引了百位僑團 近千名民眾參與 這項運動賽事融合了競技、運動、傳統文化和民俗體育 30多年間發展成了灣區最具特色的僑借活動之一 在首持美國和中華民國國旗的同軍團的引領下 灣區各大中文學校、大專校友會和商會等團體紛紛登場 作為灣區華人社區的一大體育盛市 華運會今年走過了34個年頭 開幕式則成為凝聚支持自由民主制度的僑團 展現風采的好機會 我們總共有31項的比賽 我呼籲我們灣區的僑胞們走出戶外 然後來參與我們一年一度 整個貝爾亞最大的一個華人運動大會 開幕式上鼓聲隆隆 在灣區已經颇具規模的排舞協會 和中文學校學生分別帶來精彩的表演 法輪功團體應邀做壓軸演出 提振人心的軍演演奏獲得陣陣叫好 小姐的朋友們大家都士氣飽滿 精神高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我們事實上說運動的人是身體很健康 也不會變壞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華運會能夠永遠地辦下去 華運會得到了矽谷各級民選官員的鼎力支持 紛紛褒獎祝賀 我們很幸運在這裡 它推廣健康 它推廣健康 它推廣平衡的自由 而且能夠外出 做一些很好的社會 非常好競爭 但是它也很重要 去教授好運動 好運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與各種各個社會 開幕式當天 還進行了各種場地比賽和趣味比賽 也有小朋友現場作畫 留住比賽的精彩瞬間 今天是第一次 然後以後我們還會繼續多多參加 希望我們華人社團越來越壯大 然後多多組織這樣的活動 新唐記者曹錦哲林笑人 對古库伯蒂諾採訪報道